站在我前面就行了 站在我前面 大家好,我叫Janice 今天會帶大家到照片 很感謝大家三號風跑到你這裡 剛剛好了,現在又沒下雨 有點風,挺舒服 歡迎大家來到六回學院 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有沒有人知道這裡前身是甚麼? 警署 很簡單 舊大部警署 以前就是英國 英國人宣佈了新界是他們的殖民地之後 他們在新界興建的第一個警署 就是在這裡興建 全新界 五年前 交代農場 跟政府合作 活化這裡 變成現在的一個低碳生活的推廣中心 叫陸匯學院 希望可以補充這個古蹟 又可以藉這個古蹟 推廣一些低碳生活給大家 好 除了這個警署的老朋友 想跟大家介紹之外 之前我要先跟大家介紹一個朋友 就是你們面前的這棵樹 這棵樹 是張樹 好像龍貓裡面的書 蛤? 好像龍貓裡面的書 蛤? 好像龍貓裡面的書 我第一次有房客這樣說 這棵樹 是我們這裡 其中一棵古說明木 我們這裡有兩棵古說明木 其中一棵就是它 我們相信它跟這棵建築物差不多一年多 不如給大家看一下 1899年的時候 拍住那個樣子 這個就是1899年的時候拍的照片 可以看到有些警察在前面站在那裡 而建築物和現在都好像幾像樣子 是嗎? 一棵樹 沒有樹 是啊 那時候周圍沒有樹 是啊 可能你們可以當是樹苗仔 種一下種到現在這麼大 可能英國人來到這裡種的 那你們站... 有水呢? 這裡你們站的位置 其實跟以前那班警察是一樣的 好像升起了 以前的地下升起了 這棵樹 凹了下去 這棵樹 這棵樹 這個我不清楚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我不知道 其實是的 有很多時候都會發覺 圍著警察周圍的環境變了很多 譬如周圍沒有了樓 空的 但是現在周圍呢 全部都是樓 樹 但是可能真的一百年了 起碼 由一百九九到現在好像也有一百二十年了 時間的轉變可能環境真的變了很多 說得明警署 當然有警察 讓大家看看那些警察 對 這個呢 就是一九四九年了 已經去到 那時候警察的大合照 你有沒有說得到 很小朋友的 很小朋友的 哇 一百九九年了 不是 三個 空間 一百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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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想 這裏就是最高級那兩個警官 警署呢 我們據知 最高級有兩位的 那他們呢 就是住在剛才你們都去過的房客中心 和Shot 我們的房間那裏 那三間房呢 就是最高級警官的住所 在那裏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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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廳住的 睡覺的地方都在那裏 以前有廚房和洗手間 那大家呢 可以現在我說完少少介紹 可以再走進去前些 我們可以走這裏 你走一走 你走一走 你走一走一走 你跑一走一走 那你跑一走一走 那都是圍著我就可以了 其實來到這裡是想大家看一些東西的 我發覺這裡有個窗 其實窗在大家附近的 大家看一下 這個? 哈哈哈哈 是啊是啊是啊 是啊 就是這個窗 其實我們剛剛來到的時候 它的窗戶封了 我們都是看一張照片 才發現有個窗戶 我們就畫它出來 真的有個窗型在裡面 我剛才說過 裡面的房間是最高級警官住的 有些房間會很奇怪 為什麼最高級警官的房間 會把窗戶給外面的人看不到進去呢? 有些人就會猜 是出來裝他的下屬的 因為以前警署的辦公室 就是這間房間 和隔壁的保安室 可能他就扣過這個窗戶 就裝一下外面的下屬 會做事那些 這個我不知道了 我猜了 哈哈哈哈 而其實呢 但是英國人來到新界 為什麼這麼大的新界 他千柬萬柬就選了大埔 來做他第一個警署呢? 有沒有人猜到? 給大家一些貼士 和地理位置有關 看到下面 看到下面 其中一個原因 還有沒有? 在中間 在中間 什麼叫中間? 新界在中間 是的 是的 我們很少有訪客猜到這個答案 其實 你們應該都搭過東鐵 其實大埔區這個站 你可以說在東鐵線 是靠近中間的位置的 可能 在英國人眼中 新界的版圖 大埔就靠近新界的中間點 可能就選了這個大埔區 來做他們的第一個警署 還有剛才有說一下 說得對的 這裡以前下去 就是大埔區的市場 英國人來到要管治的地方 當然要近民居 管理得更加好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大家可以看看你們前面的草地 你們會看到些什麼? 草地有些什麼? 什麼? 炮台 其實有兩個石的 旗桿旁邊有兩個石頭 其實它就是炮台的位置 炮台通常是對著什麼? 海 其實以前這裡你們看著的下面 全部都是海 套路港 但現在填了海 可以給大家看一封 70年代的照片 70年代的照片 警署就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前面全部都是海 黑曬的 而這裡很工整的地 在填海 我想那時候也在發展 衛生城市還是新市鎮 前面建了現在的公貨屋邨 富船邨和黃福邨 但是你們現在 一條海網線 看到嗎? 看到了嗎? 填了好像 看到了 一些海網線都看到了 這裡也是警署見證的 一個時間的改變 也都解釋到為什麼 英國人會在這裡起警署 因為有一個軍事的作用 要防禦敵人的海軍 而其實炮台中間還有一個旗桿 據資料顯示 那時候 英國人宣布了新界是他們之後 他們在新界拆的第一支旗 就是這個山頭拆 其實確實的位置已經考究不了 總之是在這個山頭拆 但我們五年前來到的時候 已經有一個旗桿在這裡 或者這個旗桿可以告訴大家 它是插旗的地方 還有可能以前英國人 就是拿這支旗 來升他們英國旗 就是這樣 而除了 好啦 那大家是不是都知道 為什麼英國人會在這裡起警署呢? 好啦 其實原因就說得差不多了 那說完小小故事之後 我就要跟大家去報個案 去警署當然要報案 對啦 對啦 我們可以繼續 都是圍著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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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了 圍著我先 有沒有去過警署報案啊大家? 有啊? 有啊? 我也去過 我被人偷了電話 要去報案啊 好啦 好啦 我少少東西說而已 沒什麼 好啦 其實呢 跟大家去報案之前 就想跟大家說一下 一些建築的 其實呢 我就說過 五年前我們才來到這裡 那其實 還沒去過警署呢? 那裡有個警署 對啊 好聰明喔 看到那個 其實呢 我們來到的時候 沒有的 那我們都是畫一些漆 那時候才發現 這裡寫了 那就變 對了 對了 就是原本就已經有了 這個 印了的 那 而呢 五年前呢 我們來到的時候 其實是這樣 黃紅塵 很夠 很夠 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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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五年前的時候呢 很舊 很殘舊 其實大家 有沒有發現到 其實大家站的位置呢 是這裡 房客中心在這裡 那以前這裡呢 就封住了 你們現在站的位置呢 我們是開回去的 就變回原本這樣 我們叫這些 建築特色 我們叫做游廊 其實很多殖民地建築都會有的 就是一條走廊 上面會有遮蓋的 這個走廊有一個很大的功能 很想問大家 你們知道這條走廊用來做什麼呢 不要凸雨 不要凸雨 還有呢 有沒有其他答案 英國人來到香港最怕是什麼 熱 其實這個游廊有一個很大的功能 就是隔熱 因為太陽射下來 至少這個斜斜的 有一個架頭可以隔陽光線 建築物就不會直接被陽光射到 還有呢 它會有個通道可以通到內圓的位置 有些風可以吹進去 這些也是英國人一些 以前沒有冷氣的嘛 它就通過這些方法 令到自己有環境輸出色 那就是要封了它 還有因為有冷氣的 我們覺得是 以前的警察會增加工作空間 封了它 就令到裡面也變成它 扮風的地方 然後就封了它 OK 好 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也想跟大家說一下這個窗 這個窗是我們特意做的 以前這些窗 我們看到是冷氣窗 那我們就變回這個 其實呢 在1899年的時候 是類似這些窗的 我們特意做回 其實很多殖民地建築都有的 首先呢 有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它是180度的 我們就叫這些窗 它們的窗叫蝴蝶窗 它可以180度這樣開 而且有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它可以膠的 是吧 就是陽光呢 可以滲進來的 是啦 這個有個架位 就可以固定它了 那如果大家想試 都可以試一下 不過這個壞了 不好意思 是啦 那這些也是一個很好的 很特色的窗 我們特意做的 很多錢的 對啦 不要弄爛它了 好啦 說完這些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真的去報案了 好 我可以走進去 了 這裡呢 就是以前警署的報案室 來的 這張椅子呢 是我們來到就在這裡的 或者可能真的有警察坐過 不過其實很多政府的椅子都是這樣的 蛤 好 那 而 這裡呢 有些遊戲會給大家玩 其實都是 砌一些疑犯的樣子 除了說這個報案室之外呢 還有兩間房 那間房 大家會不會猜到是什麼房 即是 即是 什麼房呢 中文是什麼 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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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 對啦 窗房 那你們一會導賞完之後呢 可以先進去看 那你們可以留意 那裡有個小窗 不過可能今天打火 我們關掉了 那其實那個小窗 是以前的警察呢 出去當間 當月間 要還一支窗 所以那個窗 就另一支窗 進去給那個警察 對啦 而我們也都可以留意一下 這道門的 這道門呢 是鐵門來的 是真的以前流浪來的 那你們可以看到呢 它中間也有個窗 或者是 當外面有警察進去的時候呢 裡面那個就要看一看你是誰 那才可以進來 這樣 而 隔離這間房呢 就是 機樓室 是的 那我們就 是的 大家可以進去坐牢的一會兒 那我想是 現在的警察說要拘留你48個小時的房間 那裏面的間隔 我們保留原本的間隔 那裏面的間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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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呢 通常都是說我被人拘個的雞 高一點 就是交給人可能拘個的羊 拘個的豬 對 那些類型的案件 這樣 那這樣 而大家就開進去拍張家燈照 那 那大家 我給個問題大家想想 其實衝刺位的拉繩是在外面,板子是拉不到的 可以讓大家想一下,為何他們會設置到衝刺位在肌肉室外面 為何不給那個減筆 貼繩那麼長,吊頸 是真的,這個是真的 不過你們可以想一下,連答案都真的 我有問過一些警察,他們說真的有這樣的考慮 不過我覺得是 那我們可以進來這間房間 好,導賞團的朋友,可以進來了 其實大家來到這間房間都是警察的辦公室 現在我們就變成了一個展館,想說回大埔的歷史 因為我們覺得警署和大埔很有關聯 其實這些電話有玄機的,拿上手有東西聽的 是一些口述歷史來的 我們訪問在大埔,譬如養雞、種菜的人 他們說回他們在大埔生活的歷史 大家一會兒有興趣可以聽聽聽吧 現在我就會帶大家去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就是導賞團才行得的 去之前就要跟大家說一點點東西 這幅照片就是五年前你們一開門出去的時候 看到的景象 你可以看到中間是走廊被人走的 而旁邊有些什麼? 鐵皮 鐵皮 像鐵皮,是不是? 其實以前這裡是封住的 警察建了一些鐵皮的建築 變成他們的工作空間 現在我們就搬走他們了 變了另一個樣子 變了開翻 是不是開翻了? 什麼開翻了? 沒有了鐵皮 你一會兒出去就知道 最後的朋友幫我關門一下 先去吃很多飯 旁邊的名就吃飯 你會不會這樣吃飯 進去吃飯 如果你去吃飯 你會不會這樣吃飯 要不要這樣吃飯 你會不會煮啊 你會不會照顧好嗎? 沒什麼誇張 警察 我們講很軟 你想一 مت small 好,大家一邊拍,我就一邊說了 現在我們搬走所有的鐵皮建築 做了一些圓藝設計 建了一個水塘 我們現在都在這裡多了一些生態 其實我們綠化了之後 是多了很多動植物的 譬如現在水塘裡面有科豆 小朋友,知不知道科豆是什麼? 青蛙的寶寶 還有會有蜻蜓 還有會有鳥仔來捉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嘩,很大風 始終是水,小心點 可以留意一下那邊的小竹 窗邊有一個啡色,軟軟的東西 看到嗎? 這裡有沒有科豆? 有啊,有科豆的 啡色呢,窗邊有個啡色軟軟的東西 那是腳巢嗎? 我是春晚見過 有三隻腳仔寶寶在牠裡面 那牠們的頭那時候是向著天的口 是在開合開合 那在等著牠們的爸爸媽媽 夾蟲仔給牠們吃 但現在牠們都離開了 所以就留下一個巢 在那裡了 你們現在草地的圍結 就是那個鐵鐵 對,我們就移走了 那就是以前這裡都封了 在這裡變成坊 對,封了,封了 封了 那除了這裡的生態之外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圍住大家的房間 其實圍住大家的就是以前警察住的地方 以前警察到當時都會在這裡住 那現在我們都保留了那個功能 我們會給公眾去治療 我們每個月都會搞一些低炭的體驗 那為什麼是低炭呢? 就是大部分的房間都是沒有冷氣的 那是,想給低炭體驗大家 還有會有些低炭的活動給大家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留意一下我們的網站 那其實很多人都會說會不會很熱啊 那其實不會的 我剛才說過 有個遊王 還有呢 大家可以看到窗 我們的窗是高一點的 樓底都會高一點的 那通風會更加好的 還有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這個屋頂 屋頂呢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屋頂 什麼屋頂 是特別的瓦頂 是有什麼特別的瓦頂 是有什麼特別的呢? 它是兩層瓦頂 當然會多一層空氣層 那就再隔多一層 對 其實它原本就已經是有兩層的了 不過 我們來到那些瓦片已經爛了了 那瓦片我們有重新鋪過的 對 但已經是以前就兩層的了 對 其實現在都看到有科豆的 現在可以過水池裏面 是嗎? 收手啊 黑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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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呢 好 好 我不會去 我們以前是說 其實之前根本對面中學的老師 根本這裡就比較重 因為他們被船遮住了 這樣就對了 可以走前一點或者坐下 濕不濕 濕的 不好意思 好 可以走前一點大家 踩草地也不太 其實帶大家來這個點 其實這個點是一個很好的地方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景處三個最主要的建築物 就是剛才你們走過的來源 然後這個就是警察的方向 然後這一個就是以前都是宿舍來的 都是給警察住的 但是這麼多宿舍的 其實這個是我們 警署裡面比較初級的警員住的地方來的 不如大家看一下 那個建築物外幕有些什麼 給大家提示 是它是初級的人才住的呢 有一個很大的特徵就是它是低幾級的 要走幾級樓梯才可以下去的 這個是一個階級的觀念 還有它是這個地方比較厚的位置 還有它的窗都是小一點的 現在我們還在裝修中 還未開放的 我們就會變成我們叫做複藝方 藝是藝術的藝 我們想和大家去玩一些生活的技能 那生活的技能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可能用衣車去車衣 或者去做一些手工肥造 但是我們就還未開的這些 希望大家可以留意我們的消息 還有還有一個建築物 就要和大家講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以前警察的餐廳 其實它不是古籍來的 它是站了警署之後 後期加建的建築物 你可以留意到它的屋頂不是雅片來的 是鐵皮來的 所以如果一落起大雨上來 這裡是會很吵的 裡面 裡面 還有外面也是 而現在我們就變成一個教學廚房 還有變成一個低碳餐廳 那教學廚房 我們就會教大家一些低碳的烹飲 而低碳餐廳 是不是有些團友已經吃過我們的午餐了 好嗎 好吃嗎 好 現在先推介一下 那我們會賣一些本地的有機 順應時令的素食 這裡的廚師會比外面的廚師更加用心 因為可能外面的廚師 他會想到他要先做些甚麼菜式 他才會找他需要些甚麼食材 我們這裡的廚師會因應本地 譬如香港夏季有些甚麼食材可以用 他會根據那些食材 想起可以做的菜式給大家 所以這裡的食材在外面是吃不到的 大家希望可以有機會試一下 還有一個很重點的地方 就是這個我們叫植物園 我們種了很多東西 譬如有紫蘇 有羅勒 有木瓜樹 有洛神花 以前有茄子 每天廚師真的會在這裡撿些東西 進去馬上煮 很新鮮 還有如果我們有甚麼廚餘 我們後面有個堆肥的機 廚餘機 我們會用兩至三個星期的時間 變成堆肥 用回到這裡 就變成了餐廳和這裡會有一個循環 一個低碳的循環 出來了 也是這個低碳的生活想跟大家說 大家一陣子有時間可以進去繞個圈也可以 或者是可以摸一摸香草 聞一聞 這棵就是羅勒 最近我們那棵是羅勒 但是很香的 摸一摸已經很有香味 而我剛才提過 這裡有兩棵古樹明木 其中一棵就在大家附近 這棵 這棵 還有沒有其他答案 哪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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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這棵小屋子後面那棵 小翼屋子後面那棵 還有 旁邊這棵也是它的 是呀 這棵是細葉茸 它的氣筋關上地後再關上 左邊就是它的延伸 我們下面整個斜坡都是它的 我們就叫做獨樹成林 可能大家很少會碰到 或者近距離碰到 樹罐的樹枝和樹葉 大家一會就可以摸到了 而樹的前面 大家都看到了 有一間小小小的屋子 這間屋子大家猜是什麼 像什麼 噴花樓 燒垃圾 是的 其實這個就是以前景處 來燒垃圾的地方 我真的問過以前在這裡 當過